这只猩猩的智商有多高 刚出生就会自己抱着奶瓶喝奶 一岁半就能背诵29个英文字母 两岁就能做加减乘除四则运算 三岁学文 四岁洗舞 五岁亲自上厕所 他之所以这么优秀完全是遗传他妈的 这个看起来很简单的游戏可不简单 人类完成的极限成绩是15步 而他妈妈只是随便摆弄了几下 就在20步的时候成功完成了 看得旁边的威尔教授惊掉了上巴 他迫不及待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老板 原来威尔一直在研究老年痴呆的特效药 这只母猩猩之所以如此聪明 正是注射了他研制的一种新药 他希望老板能同意他进行人体实验 正当老板开董事会研究此事的时候 那只聪明的母猩猩却从实验室跑了出来 攻击了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后向外逃去 一时间实验室乱成了一锅粥 暴躁的猩猩在实验室里狂奔 不但撞碎了波浪 还打翻了实验器材 他沿着走廊跑到了楼下的大厅里 把大厅里的人吓得四散逃命 最后还闯进了正在召开的董事会议中 于是他被保安干脆地击杀了 威尔的实验就这样被他搅黄了 实验室被毫无疑问地关停了 死去的猩猩母亲却留下了一个孩子 没办法威尔只能把他带回了家 从此他就成了这个家庭中的一员 为了照顾这只可怜的小猩猩 威尔在五八同城租了一间大房子 他也肩负起了临时奶爸的职责 威尔给他起了的名字叫凯撒 这天凯撒看着窗外的小朋友在玩耍 他也想出去和他们一起玩 他趁威尔不注意偷偷地溜了出去 等威尔发现凯撒不见了的时候 他已经溜进了邻居家的院子 被邻居用棒子抱死 小小的凯撒心里很委屈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挨揍 他只不过是想和小朋友们一起愉快地玩耍 威尔带着受伤的凯撒找到了女医生 聪明的凯撒看出来了威尔对女医生有意思 凯撒用手语告诉他们 要不你们一起约个饭啥的 在凯撒的撮合下 两个人开始了正式交往 凯撒也为威尔感到高兴 你这个单身狗终于找到对象了 看着凯撒望着窗外期待的目光 他们带着凯撒来到了森林散步 威尔松开了绑在他脖子上的绳子 但是凯撒并没有马上离开 而是走到威尔面前恭敬地伸出手掌 原来他是在等着威尔给他指令 直到威尔摸了摸他的手掌 凯撒这才像得到命令一样 蹦蹦跳跳地跑进了森林 等他真正站在森林中央空地的时候 看着眼前这一棵棵参天巨树的时候 他血脉中的那一丝本性仿佛被唤醒了 随即他飞快地就爬上了大树 这些动作技能都已经融入了他的血脉 每个动作都是那么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从此森林俨然成为了他的第二个家 就在这样无忧无虑地奔跑中 凯撒不知不觉就长大了 他看着森林里亲热的威尔和他的女朋友 脸上却露出了凝重的表情 不知道这一刻他在想些什么 眼看着小帅二人在眼前撒狗粮 凯撒的心中也开始出现叛逆情绪 尤其是看到和他一样套绳的狗子之后 凯撒快乐的童年也终于宣告结束 他开始思考自己是否和那条狗一样 只是小帅圈养的一个宠物而已 好在小帅一直都把他当成自己的儿子 见到凯撒对自己的绅士感到疑惑 小帅直接把他带到工作的实验室门口 把他的绅士和他的特别之处 毫无保留地如实告诉了凯撒 他妈妈是实验室里做药物实验的星星 就是治疗老年痴呆提升智力的药物 他妈妈把药效遗传给了肚子里的凯撒 所以凯撒才会生下来就这么聪明 并且在凯撒身上药效发挥出了难以想象的智力 然而在小帅父亲身上发挥的作用 由于免疫系统对病毒产生抗体 很快他父亲的老年痴呆再次恶化 这天病情加重的老帅迷迷糊糊地走出家门 看到路边有个没有关门的车子 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就上车一顿操作 然后不出意外地把停在前后的车子撞了个面 邻居看到老帅开自己的车子在搞事 怒不可遏地上来就收拾痴呆的老帅 结果被阁楼上的凯撒刚好看到 凯撒不顾一切地冲过来扑倒邻居 邻居见状也不敢和凯撒纠缠下去 只能奋力挣脱凯撒的纠缠往家门口跑去 而已经失去理智的凯撒 直接抄近路追上来一脚踢上去 邻居便从台阶上摔下来 滚到大街上爬起来就拼命逃跑 可两条腿的他怎么会是凯撒的对手 凯撒很快从树上迅速追过来 毫不犹豫地把邻居扑倒之后 还兽性大发地咬伤了邻居的手指 惊动左邻右舍打了报警电话 没过多久 动物管制人员强行把凯撒抓起来 并关进了邻长为动物收容所 虽然小帅也舍不得把凯撒留在这里 可由于凯撒攻击了人类 他也只能按照法律章程办事 就这样 小帅第一次无能为力地抛下凯撒 转头来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时候 对方却告知他要等三个月才能上诉 还说没有被安乐死就已经万幸了 小帅健壮也没了其他办法 再加上他父亲的病情也开始恶化 他只能先放下凯撒的事情 选择回到基因公司说服老板 重新研发治疗老年痴呆的药物 结果他们把改良出来的病毒 用雾化器给星星吸入的时候 星星突然产生强烈的药物反应 把胖子的防护面罩打了下来 等小帅把管子重新插上的时候 胖子已经吸入了一部分病毒 没过几天 吸入113号药物的毒眼星星 果然表现出了智力提升的现象 而胖子却因为不小心吸入少量药剂 开始出现打喷嚏伴有出血的症状 与此同时 被监禁在动物收容所的凯撒 不但经常被变态饲养员虐待 也经常遭到星星们的排挤和欺负 尤其是有个像头目模样的星星 由于看不惯凯撒穿着人类的衣物 不仅当众扒掉了凯撒身上的衣服 还每天追得凯撒不得不东躲西藏 更让凯撒感到无比煎熬的事 愈发的想念他那从小到大生活的阁楼 还好有个在马戏团待过的星星 经常用手语教他一些生存的知识 这篇小帅终于有空过来探望凯撒 他见到凯撒身上伤痕累累的样子 怒不可遏的想收拾饲养员 却被走进来的馆长阻止了下来 小帅气的想把凯撒立刻带回家 结果还是被馆长说得法规正常 而凯撒得知小帅还要气他不管之后 他心中的怒火彻底被点燃 此刻他终于明白人类靠不住 只有靠自己才能得到想要的自由 于是他回牢房擦掉墙上的窗户 然后趁放风的时间爬到最高点 开始谋划如何才能逃出这防御森严的收容所 这是个智商180的黑猩猩 男人却愚蠢地想用啤酒引诱他 结果黑猩猩一把抓住他的衣领 恶狠狠地盯着男人满脸的杀意 饲养员见状赶忙冲过来的时候 黑猩猩才有些不甘地松开了男人 不过他们不知道的是 凯撒这么做并不是为教训男人 而是为了偷他口袋里的这把刀 随后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 凯撒把小刀绑在一根木棍上 再把木棍悄悄伸到牢笼外里 用小刀轻而易举地打开门锁 然后跑到他们白天活动的区域 直接打开单独关押的铁楼 把那只最大的黑金刚放出来 成功获得黑金刚的信任之后 又把那只经常欺负他的恶霸放出来 引到活动区给了一大逼动 恶霸立刻爬起来想做出反击 回头却发现黑金刚竟然在一旁 虎视眈眈 虽然恶霸不知道凯撒怎么收服的黑金刚 不过在黑金刚的威慑之下 也只能当着所有星星的面 乖乖地伸手向凯撒扶手称臣 而小帅把改良过的病毒药剂 给他老年痴呆的父亲服用之后 由于人类的免疫系统 无法承受病毒的药剂 很快就被病毒反噬的撒手人还了 小帅这才有空想起 关在收容所的凯撒 直接用超能力说服馆长之后 本想迫不及待地把凯撒接回家 却没想到凯撒还在为抛下他的事生气 小帅见状好生好气的一顿劝说 终于把凯撒哄好叫过来的时候 凯撒有些不舍地看了一眼其他星星 再看到小帅手里给他准备的牵手 突然做出了让人意想不到的决定 他当着小帅和众人的面 竟然缓缓地关上牢房的铁门 毫不犹豫地选择留了下来 因为他再也不想让人类决定 他和他的同类合适去留的问题 而同类们看到凯撒做出的选择后 也解气地纷纷为凯撒欢呼雀跃了起来 镜头一转 凯撒突然拿着一袋饼干找到恶马 让他把饼干分发给了每一个星星 虽然星星们吃到饼干也很高兴 可他们不明白凯撒为何这么做 凯撒见状只好耐心地告诉红毛星星 一根木头很容易折断 可团结起来却异常坚固 虽然红毛明白了凯撒的用法 可他觉得星星们很蠢很天真 认为凯撒这是完全在白费利己 这时凯撒无意间刚好看到 有个饲养员正在打开门上的密码锁 于是他悄悄记住输入的密码 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溜出来 准确无误地输入密码之后 从内部员工通道来到棚顶 然后从棚顶跑出收容所 趁夜偷偷跑到小帅的家里 把储藏在冰箱内改良过的病毒 通通都带回收容所里 趁星星们睡觉的时候释放了出来 一夜过后 凯撒守在活动区的入口 挨个检查星星们发生的变化 发现每个星星的瞳孔都变成了绿色 而凯撒原本有些发绿的瞳孔 现在却变得更加碧绿闪耀了起来 此时收容所的馆长突然看到 平时就知道惹是生非的星星们 竟然非常有秩序地聚在一起 也不知道是在搞什么名堂 这时凯撒缓缓回过头 正好和馆长四目相对了起来 随后星星们也不约而同地纷纷散去 自觉地回到了笼子里 此时正在给笼子上锁的饲养员 突然看到只有凯撒站在外面 于是他立刻呼叫另一名饲养员 拿枪到活动区的哨塔上准备救选 然后上前用电棍收拾凯撒的时候 凯撒却直接抓住了饲养员的电棍 谁也没想到凯撒会突然开口说话 这不仅让两个饲养员目瞪口呆 连笼子里的心情们都震惊不已 紧接着凯撒一拳干倒饲养员 直接拖到屋内的笼子里关起来 在把徒子徒孙们释放出来的时候 另一个饲养员却不小心走错门 刚好被释放出来的心情看到 上前把可怜的饲养员扯下台阶 围在中间疯狂地攻击了起来 好在此时的凯撒还没有彻底黑滑 把即将被打死的饲养员救下来 刚关到笼子里回头却发现 变态饲养员却突然走出笼子 捡起地上的电棍就冲了过来 凯撒见状捡起地上的高压水枪 一不小心把变态饲养员垫死了 随后星星们在凯撒的带领之下 前赴后继地爬上活动区内的假山 直接冲破收容锁的玻璃圆顶 浩浩荡荡地向市中心方向狂奔而去 男人只是想找个星星做实验 可星星们却纷纷躲起来生怕被他选中 这时男人突然看到有个星星 反而伸手向他索要饼干 男人疑惑地上前一看 却发现是个又老又丑的独眼龙星星 男人见他一直不肯把手收回去 只好可怜地给了他一块饼干 结果他们还没来得及走开 寇巴一口吃掉饼干再次伸出了手 男人见寇巴很是精明的样子 决定就用寇巴来做这次的实验 他们把寇巴牢牢地绑在实验床上 再给他带上吸入药物的面罩 让寇巴吸入治疗老年痴呆的113号病毒 结果寇巴出现强烈的药物反应 挣扎中把胖子的防护罩打掉 让胖子也不小心吸入了少量病毒 没过两天 基因公司的老板突然看到 寇巴坐在观察室里不知道在干什么 他好奇地上前一看 却发现寇巴竟然在写他的名字 老黑见状迫不及待地叫来小帅 让他们对寇巴做进一步检测 结果发现寇巴的智力不仅有了显著提升 而且也没出现什么不良反应 这时一旁的胖子突然打了个喷嚏 紧接着胖子却发现 他手里的纸上就出现了斑斑血迹 而小帅在寇巴身上看到效果之后 直接把113号病毒带回家 本想试着给老年痴呆的父亲使用 结果他父亲知道自己大限将至 并没有让他使用113号病毒 次日他的老父亲寿终正寝之后 小帅突然意识到人类的免疫系统 根本没有星星的免疫系统强大 于是他刻不容缓地跑回实验室 本想查看不慎吸入病毒的胖子 结果发现胖子请病假不在公司 更让他没想到的是 老黑竟然在没经过他同意的情况下 还在继续用别的星星做实验 由于不知道病毒会带来什么影响 之前就已经说好先只用一个实验对象 可此时的老黑已经完全被扣拔的表现冲昏头脑 满脑子都是急着上市赚钱的想法 老黑见小帅怎么都不同意他激进的做法 竟然又说出小帅的秘密试图威胁 小帅见状当场辞职不干嘛 就这样 满脑子想的怎么赚钱的老黑 在没有项目负责人严谨把控的情况下 连人体实验的环节都没有进行 匆忙开始量产起了113号病毒 可他不知道的是 此时不慎吸入少量病毒的胖子 由于病情愈发的加重 本想前来寻求小帅的帮助 结果他敲了半天门还是没人回应 于是他转头跑到小帅家的后院 刚要继续敲小帅家后门的时候 小帅的邻居却突然出现在背后 猝不及防地被胖子喷了一脸的血迹 隔天一早 邻居大妈发现胖子家的门没有上锁 于是好奇地走进来一看 却发现胖子已经蹊跷流血而死 而已经被胖子传染病毒的邻居 作为一名国际航班的飞行员 他像往常一样出门打车赶往机场 不过他刚走进机场没一会儿 他的鼻子突然也出现了流血的症状 就这样 邻居变成传播病毒的载体 飞往世界各地之后 很快一场史无前例的喉流感席卷了全球 美女第一次尝试开挂跑步 突然发现天空下起了倾盆落叶 他疑惑地抬头一看 却发现他上方有无数个星星 犹如洪水猛兽般狂奔而过 随后星星们直奔基因公司的大本 在凯撒的带领下直接攻进大本 开始分头寻找里面关押星星的所在 监控室里的保安见到这一幕 立刻倾巢而出跑去实验室的间隙 凯撒已经找到关押星星的地方 让星星们直接砸掉门口的控制台 把做实验的星星全都放出来之后 长期被人类做实验的独眼星星 终于也等到了重见天日的一天 随后实验室里释放出来的星星们 也加入到凯撒带领的星星队伍中 立刻出发赶往了下一个失救的地点 没过多久 警方得知事情的严重性 出动直升机赶到基因公司的时候 公司老板契机败坏地迎上来 让警长赶紧带他去找星星的下落 因为他知道要平息这场暴乱 必须先搞定那个带头的星星才行 动物园里 游客们正在对着一群星星拍照 突然看到身后的树木一阵摇晃 游客们惊慌失措地一哄而散 大妈发现不对劲回头一看 只见一个庞大的黑金刚冲上来 直接用身体撞翻关押星星的铁栅栏 纷纷拔出栅栏上粗大的铁棍 转头加入到星星队伍迅速撤离 随后星星们为了躲避警方的围追堵截 纷纷爬上高楼大厦继续逃跑的时候 有只受伤的星星不幸掉队 刚好被动物管制人员当场捕捉 不过男人把受伤的星星拖上车 正准备开车离开的时候 紧接着凯撒又接过一杆镖枪 恶狠狠地再次抛向男人的车子 当镖枪穿过引擎盖的瞬间 却突然有个星星出现在后方 硬生生撕掉车门 把那只受伤的星星拖下车之后 镖枪犹如雨点般落了下来 另一边 红毛星星和黑金刚看到 有两个警车向他们急驰而来 红毛星星立刻抄起警盖的同时 黑金刚也霸气地一把抄起路灯 就这样 凯撒带领着星星军团 纷纷爬上一辆开往金门大桥的电车 正打算穿过大桥前往红山树林的途中 突然发现前方有一群警车堵住了去路 而且身后的退路也已经被七警断掉 于是凯撒立刻下令兵分三路 让独眼龙带着身轻如燕的黑猩猩们 顺着锁链爬上大桥从上方绕过去 再让手臂长的红毛星星带着他的中途 跳下大桥从下方一路游荡到敌后方 而那些力大无穷的黑金刚们 在凯撒的指挥下 直接冲向一辆横在路中间的大巴 黑金刚们轻而易举地推翻大巴 用大巴做成盾牌挡住警方的火力 一直推进到设下路障的地方才停了下来 警方见状也只好叫停了火力 正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事 大雾中突然出现一匹脱缰的马 随后躲在马背上的凯撒猛然起身 一声令下 瞬间从上方跳下来无数只黑猩猩 把拦路的众人纷纷扑倒在地 同时从桥下荡过来的红发猩猩 突然也从两侧围栏跳上桥面 开始吊打那些试图拦路的人类 紧接着凯撒身后老弱病残的猩猩猩 也像洪水猛兽般冲过来加入战斗 转眼的功夫 渺小的人类被猩猩猩虐得体无完腹 纷纷扔掉手中的武器转身逃跑 猩猩猩猩猩顿时振奋地上蹿下跳 毕竟这是他们第一次有组织的行动 也是第一次打败欺负他们的人类 这时小帅突然从后方跑过来大喊 不过就在此时桥上突然出现一架直升机 开始无差别的扫射桥上的猩猩们 凯撒见状赶忙躲进一辆车内 抄起一条粗重的镣铐锁面 跳下车子对准角度 对着直升机上扫射的射手扔过去 差点把射手和基因公司老板一起撞下飞机 这时副驾驶上的警长向凯撒射击 黑金当见状毫不犹豫地上前推走凯撒 用身体帮凯撒挡住火力的同时 拿出一副当官万夫莫开的气势一跃而起 虽然期间胸口被打中了几枪 却依然勇猛地冲进驾驶舱里 直接把直升机连人一起打了下来 凯撒见状不顾一切地跑上前 立刻把黑金刚从飞机上拖下来一看 却发现一直都勇猛无比的黑金刚 最终还是因为伤势过重离他而去 这时突然有个人在直升机里向凯撒求救 凯撒纷纷地站起来走上前一看 竟然是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老魁 凯撒见状收回本来已经伸出的手 回头向一旁的独眼龙点头便离去 而一直被基因公司做实验的独眼龙 毫不犹豫地上前一脚踢在直升机上 直升机便掉落万丈桥梁 直接被河水淹没 随后凯撒终于也带着他的星星军团 穿过大桥奔向了代表自由的红山树林 而小帅为了把凯撒重新劝回家 开着一辆警车追到红山树林 正在树林中大喊凯撒名字的时候 差点被仇视人类的独眼龙拿下 好在凯撒及时现身把独眼龙逼腿 然后把小帅一把拽起来 面对一心想把他重新带回家的小帅 凯撒看了看一旁的星星们 显然他需要在两者之间做个选择 随后凯撒缓缓靠近小帅的耳边 小帅万万没想到凯撒有一天会开口说话 他此刻脸上瞬息万变的表情 凯撒估计这一辈子都很难读懂 就这样平复好心情的小帅 就像是一个看到孩子长大成人的父母 终于放手让凯撒去过自己的生活 随后凯撒像往常一样爬上最高的红山树 临走前远远地看了一眼生活过的城市 到这里星球崛起第一步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 这群星星骑着战马 手拿长矛 走进人类的领域 用语言警告这里的人类 仅仅10年时间 地球就超过90%的人类感染源流感 在凶险致命的源流感病毒面前 人类的存活率只有五百分之一 世界毁灭殆尽 当初在金门大桥一战之后 凯撒便带领原祖 在红树林安营扎寨 靠捕猎为生 多年未见过人类的凯撒 认为灾难之后 人类已经消失 然而就在这天 红树林意外闯入异形人 并开枪打伤了同胞 这声枪想让原本回归平静的他们 再次踏上了与人类的战争之路 凯撒迅速带领族群将几人团团包围 凯撒一声怒吼的同时 其他猩猩也跟着张嘴说话 几人惊慌失措 连滚带爬地逃离这里 甚至连落在地上的包都不敢去捡 凯撒让库巴跟上这群人 确认他们是否离开 而跟着人类进入城市的库巴 却意外发现了幸存人类的营地 库巴回去当即便提议主动出击 但凯撒始终都保持和平的态度 因为一旦开战 那将会有无数星星丧命 更可能会因战争而失去家园 曾被人类当作实验品的库巴 被折磨得遍体鳞伤 这也导致库巴从不相信人类 也不愿原谅人类的所作所为 他必须要让人类知道原类的厉害 凯撒觉得库巴言之有理 于是便同意了库巴的提议 他们带队出征来到了城市 人类看到营地被星星大军包围 开始慌张备战 有过一面之源的男主作为代表走出营地 尝试与凯撒谈判 凯撒居高临下的王者气息 让男主莫名紧张 他用人类的语言警告这里的所有人 星星不想要战争 请人类保持井水不犯河水的态度 但如果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 他们会将死战到底 说完还将男主等人丢失的背包还了回去 凯撒的一番话让所有人感到震惊 呆呆愣在原地目送凯撒带领星星大军离开 然而城市里的电力即将殆尽 离城市最近的水电站 却在星星生活的红树林里 想要重建家园 电力是不可或缺的能源 于是男主决定试着与星星们谈判 并告诉同行员 自己两小时没回来 就赶紧回城 千万别试图去报仇 男主冒雨走进树林 孤身一人来到星星的营地 他双膝跪地高举双手 向星星们证明自己并无恶意 库巴认为人类最擅长说谎 应该当场处决掉男主 却被凯撒阻拦 并同意了男主的请求 男主带着凯撒来到水电站 声称人类真的非常需要电力能源 被人类抚养长大的凯撒 最终答应了男主 但必须交出身上的武器 才可在这里动工 库巴对凯撒的决定非常不满 他带着两名星辅 悄悄潜入人类地盘 发现他们正在准备大量的武器 他摸进人类的军火库 看着这里各式各样的武器 库巴更加觉得人类是极其危险的 刚想要将其捣毁 却不幸被人类发现 库巴盯着两人面路凶狠 然后 库巴靠着超高的演技 成功骗过了人类 安全地离开了这里 另一边 凯撒的小儿子跑到人类中间 跟人类玩了起来 这正是凯撒想看到的 然而没一会儿 小猩猩就在人类的工具箱中 发现了一把枪 猪队友立即上前驱赶 并举枪对准了他们 危急关头凯撒冲出将其放倒 正准备动手时 却被男主拦了下来 凯撒看着手中的枪 愤怒说道 凯撒将枪扔进河水中 然后告诉男主等人 凯撒刚回到营地 就被告知妻子生了重病 此时已经危在旦夕 男主跟同伴提出帮忙 用自己携带的药物 治好凯撒妻子 虽然凯撒已经不再相信人类 但他却深知人类有办法救活妻子 于是便答应了男主帮忙 并再给他们一天时间 去修复发电站 从城市回来的库巴 看到同胞正在帮助人类干活 他愤怒地指责凯撒 爱人类胜过爱同胞 凯撒听后暴怒 将库巴按倒在第一顿爆锤 但一想到自己定的 原类不杀原类的规则 凯撒渐渐恢复理智 松开了双手 然而这一次 却将库巴再一次推向了极端 这只猩猩装疯卖傻地 来到士兵面前 趁其不被捡起他们枪 然后 人类与原类的战争就此被打响 库巴趁黑摸回营地 举枪对准了凯撒 接着库巴拿着枪 高喊是人类杀死了凯撒 还烧毁了他们的家园 被蒙在鼓里的猩猩们 决定听从库巴 一同前往城市 向人类复仇 意识到不对的长毛猿 带着男主等人赶紧逃离 而库巴则带着星星军团 连夜洗劫了人类的军火库 他犹如战神附体骑着战马 向人类发起进攻 但仅仅一个回合 人类的火力就让星星们死伤无数 凯撒儿子看着眼前的一幕 终于理解了父亲曾经的嘱咐 战争只会让他们两败俱伤 但库巴根本不知恐惧所谓何物 他重新骑上战马 捡起地上的机枪 对人类疯狂输出 眼看防线就要被星星大军攻破 人类只好射出火箭弹 将就近的星星炸为灰烬 接着又派出坦克 对星星展开无差别进攻 库巴穿过火焰 纵身跳上坦克 取得了坦克的控制权 在一番激战过后 人类已经彻底丧失了反抗之力 星星大军冲进人类基地 向人类宣示着主权 而另一边 男主等人也找到了 还剩一口气的凯撒 在凯撒的指引下 男主将车停在了一处旧房前 凯撒曾在这里 度过一段美好的生活 只不过曾经的主人 在五八同城上找了份工作 已经离开了这座城市 此时凯撒的伤势不容耽搁 必须立刻进行手术 才可保全性命 男主决定冒险回基地取药 拿到药物的男主 在逃跑途中 遇到了凯撒的儿子 但对方却并没有朝他开枪 而是装作没看到的样子 在跟随男主见到凯撒后 这才知道 库巴才是真正的凶手 从儿子口中得知 在基地里的库巴 还在继续搜捕人类 并指挥星星们对人类下死守 如有反抗便直接将其扔下楼 出于恐惧星星只能选择追随库巴 而那些忠于凯撒的部下 则全都被库巴锁了起来 儿子决定不再助纣为面 他冒险将被关押的星星们救出 然后带着他们与父亲凯撒会合 临行前 凯撒来到阁楼 这里曾是他的卧室 他拿起陈旧的录像机 眼含泪水地看着那段美好时光 那是他的挚友 也是把他养育成人的父亲 一番商议后 男主决定带着凯撒 从地铁道悄悄潜入城市 在男主的掩护下 凯撒顺利爬上高塔 当两个王者再次见面时 已是一山不容二虎 库巴扔掉手中的枪 对凯撒发起肉搏 凯撒虽有伤在身 但依旧游刃有余 在几轮交手之后 库巴也身负重伤 他开始疯狂攻击凯撒 但却依旧不是凯撒的对手 然而就在这时 人类引爆了炸弹 整座高塔开始倾斜 凯撒暂时放下一切 开始全力营救受伤的星星 而库巴则从废墟中捡起枪 对着追随凯撒的星星 无差别扫射 凯撒彻底被激怒 他纵身一跃将库巴扑倒 库巴滚落在了悬崖边缘 凯撒缓缓走来 向库巴伸出手 如果不是凯撒 如果你是不是凯撒的 星星们赶紧撤离 但凯撒却摇了摇头 在凯撒看来 星星开始了战争 人类是不会选择原谅的 他们只会选择将战争进行到底 男主眼含热烈 与凯撒做出道别 在与男主告别之后 凯撒带领自己的星星军团 准备离开这座城市 另寻其他栖息地 以此来保全自己的族群 一群士兵正在森林里前行 忽然他们发现了远处的目标星星 一名士兵小心地装上女舰 瞄准骑在马上的一只星星 一箭射去星星银声倒地 紧接着的炮弹声接连响起 早已准备好的士兵也已经开火 几只星星被打得东倒西歪 士兵们也趁势冲了上去 他们借着火力和烟雾弹的掩护 向着对面的阵地发起了冲锋 星星的阵地陷入了一片火海 人类强大的火力对星星形成了压制 很多星星就这样战死了 尽管他们的数量更多 但是在绝对压制的火力面前并没什么用 一只叛徒星星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同胞 在战火中挣扎着死去 忽然天空中几个烟雾弹飞了过来 紧接着星星的援军也终于到了 烟雾弹和更多的雨剑也飞了出来 犹如下雨一样的落入人群 士兵们在哀嚎声中慌忙撤退 不一会的功夫就死伤殆尽 仅存的几个士兵也被星星们团团包围 虽然这次战斗星星们取得了胜利 但是也是伤亡惨重 等凯撒来到现场的时候 也是露出了一脸凝重之色 一旁的星星都可怜巴巴地看着他 凯撒来到了被俘虏的人类士兵面前 小伙子也是个爽快人 竹铜倒豆子般全都说出来了 被捕的星星潘金却毫不畏惧 凯撒命令白猫把这个叛徒带走关前 善良的凯撒也没有杀死几个人类士兵 而是把他们都放了 正在此时白猫一脸鲜血跑过来 原来叛徒潘金袭击了他后逃跑 夜晚凯撒正躺在床上看书 看着身边熟睡的妻子和儿子 突然他发现了外面的异常 他站起身急忙上前查看 慢慢地来到了瀑布旁身出手 却抓到了一根绳子 他知道大事不妙 急忙告诉儿子兰兰保护好妈妈和弟子 原来上校已经带入偷偷地摸了进来 黑暗中他们杀死了凯撒的老婆和大儿子 等凯撒追到瀑布边的时候 正好遇到准备撤离的上校 他回头的一瞬间两人四目相对 凯撒看见了倒在血泊里的妻子和儿子 内心是无比的悲愤 但是还没等他做出反应 上校举起了手里的枪 凯撒本能地向旁边闪过去 上校手里的枪也响了 子弹追着凯撒翻滚的身体上去 眼见星星们都朝这边打过来 上校只能一边射击一边逃了出去 凯撒愤怒地冲了出来 对着出口的瀑布跳了过去 抓住了悬在半空的绳索 上校看见下面发疯了的凯撒 一时间也甩脱不了 他抽出了匕首 一刀砍断了绳索 凯撒从空中追了下来 掉进了奔腾的河流中生死不知 这个光头老杀害了凯撒的老婆孩子 凯撒决定一个人去找他报仇 半路上红毛火箭和肿头也跟了上来 但是凯撒不同意他们一起去 凯撒感受到了他们的忠诚 于是他带着三只星星一起上路了 他们来到人类士兵曾经驻扎过的地方 发现了一个不会说话的小女孩 红毛不忍心她一个人孤苦伶仃 带上了女孩一起出发了 他们发现了人类士兵的营地 偷偷潜入找到了叛变的白毛 白毛告诉凯撒上校已经逃走了 原来正是因为白毛的背叛 上校才找到了凯撒的家 最终导致他的老婆和大儿子被杀 白毛祈求凯撒的原谅 白毛知道自己在劫难逃了 下好门外两个人类士兵路 他正打算呼叫救命 几个心情一拥而上 把他牢牢地控制住了 等门口的士兵离开以后 白毛也被愤怒的凯撒掐死 第二天士兵们浩浩荡荡地离开了营地 凯撒带着手下紧跟而去 一直跟到了边境的大山深处 他们正在塔顶观察敌情的时候 一个穿大衣的人偷走了他们的枪 幸好被肿头发现了 他翻身骑上一匹马就逃跑了 凯撒带着星星们急忙追了上去 小偷在雪地里急速穿行 时不时还回头放一枪 就这样一路追跑来到了一个教堂门口 小偷也失去了身影 等星星们进入破败的教堂里 只看到一串脚印延伸到一个洞里 小偷眼见无路可逃 只能把偷来的东西扔了出来 举起双手慢慢地走了出来 等他抬起头的时候 大家才看清他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只星星 一只奇丑无比的星星 原来他曾经来自动物园 原病毒扩散后他就跑了出来 他把凯撒带到了边界 这里正是上校屯兵所在地 凯撒和种头在观察敌人情况的时候 被两个人为士兵偷袭 种头在搏斗中受了重伤 最后在小女孩的哭泣中慢慢地死去 说完他独自一心向着营地走去 他看到很多星星被绑在架子上死去 也看到了自己的家人和族人已经被抓起来了 凯撒心灰意冷瘫倒在地 然后就被叛徒攀心偷袭了 等他醒来的时候已经身在营地 第一眼就看到了他的仇人光头老上校 正所谓仇人见面分外眼光了 只不过他现在已经被绑了死死 他被上校关进了囚牢 和他的族人们关到了一起 这里的士兵数量远超凯撒的想象 就是他们杀了自己的老婆孩子 抓了自己的族人 领头的上校一边刮着正亮的脑破 一边满意地看着这些下属 士兵们凶神恶煞地冲进了囚牢 驱赶着星星们为他们干活 这其中也包括凯撒在内 星星们在士兵的监督下搬着石块 修建着一堵高墙 一只星星不小心弄倒了架子 就被狠狠地用鞭子地抽了一顿 凯撒看着这一幕实在是忍不住了 众星星像是得到了鼓舞一样 纷纷扔下了手里的石头 聚集在了凯撒的周围 凯撒被带到了上校面前跪了下来 潘金狠狠地用鞭子抽着它 凯撒强忍疼痛一言不发 很快就被抽得趴了下来 眼看凯撒就要被上校一枪杀死 星星们也只能重新扛起石块 凯撒也被绑在了架子上 夜晚凯撒被带到了上校面前 他也知道凯撒在星星中的影响力 他要求凯撒带着星星们 现期建好那堵墙 原来这堵墙不是为了抵御星星 还是为了抵御另一群五宗人类 上校需要在他们赶到前修好这堵墙 被绑在了架子上的凯撒已经奄奄一息了 潜入基地的小女孩走到了他的面前 给他喂了水 拿来了食物 被关押的星星看到了这一面 纷纷给他比了一个爱心 眼看小女孩就要被巡逻的士兵发现 火箭大喊大叫地跑了出来 吸引了士兵们的注意 却把自己送入了虎口 眼见局面越来越难 凯撒该怎么做才能救下自己的族人 一个士兵正在喝咖啡 突然一坨扁扁扁砸中了后脑 士兵伸手一摸 热乎乎香喷喷 真的是一坨扁扁 士兵很生气 他打开牢门走进了监牢 这下士兵简直要气疯了 转眼向对面看去 蹲在地上的火箭缓缓站了起来 手里还握着一拖新鲜的打扁 士兵举枪就瞄准了火箭 不料身后地底缓缓伸出了两只手 接着他就被无情地拽了下去 一把钥匙被抛了上来 火箭急忙跑过去捡起了钥匙 打开了笼子放出了凯撒 凯撒带着火箭打开了小猩猩的笼子 救出了自己的小儿子克尼赛克 他们把所有的小猩猩都放了出来 爬过电线安全地送到了基地外 红毛带着他们先一步离开了 等所有的猩猩全都逃出来后 凯撒想起自己惨死的老婆儿子 打算去找上校报仇 正在此时 基地外突然发生了爆炸 几枚防空炮启动了 对着远处出现的直升机就射了过去 直升机也发射了导弹 几枚导弹呼啸而来 一时间基地爆炸四起火光大灾 原来这正是另一支人类部队已经杀上人来 基地里的士兵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听到爆炸声就冲出去迎敌 却发现所有的星星都逃了出去 监牢里空空如也 远处的直升机此时已经接近了基地 无数炮弹落在了基地内外 凯撒趁乱翻进了上校的办公室 他找到了躺在床上的上校 他缓缓抬起了头 露出了满是鲜血的脸 却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凯撒一看他的这副模样 就知道他已经感染了变异的原病 很快他就会变得和野兽一样 凯撒咬牙切齿 缓缓地放下了手里的枪 慢慢地走出了房间 上校拿起了枪 对准了自己的脑门 基地的战斗还在继续 一名机枪手发现了逃跑的星星 他毫不犹豫地就扣动了扳机 屠杀着前方手无寸铁的星星 这一幕刚好被凯撒看见了 他看见一辆油车鼓鼓地向外躺 顿时心生一计 他抓起几个手榴弹 就从窗户里跳了下去 抓住棋杆一个翻身就落在了地上 在密集的子弹中向前跑去 星星们在机箱的射击下无处躲闪 好多星星都被打死了 叛徒攀金看着这一幕呆住 正好看见凯撒冲了过来 迎着猛烈的炮火向着油罐车冲了过来 眼看就冲到了油罐车的面前 凯撒掏出了手榴弹 用尽全身力气对准油罐车就要支出去 一支箭飞了过来 射中了凯撒 凯撒倒下了 他看着不远处的手榴弹 已经无力再爬起来了 放箭的士兵缓缓地向着凯撒靠近 眼看他就要杀死凯撒 正在士兵准备扣下扳机的时候 一发炮弹落了下来 爆炸声也随之响起 士兵整个人都不见了 只剩下了一顶钢盔在空中飞舞 凯撒回头看去 正是攀金救了他 最终他还是用这个举动 完成了对自己的救赎 凯撒用尽全身的力气 对着油罐车制出了手榴弹 巨大的爆炸声响起 爆炸引发了连锁反应 整个基地变成一片火海 还没等凯撒站起来 另一个油罐车也爆炸了 凯撒拼命地跑进了地洞 整个基地在爆炸声中化为了灰烬 等爆炸声过去 凯撒从地洞里爬了出来 大队的士兵已经开进了基地 他们欢庆着自己取得的胜利 根本没有人注意凯撒 但凯撒似乎听见了什么 缓缓地站直了身子 这才引起了士兵们的注意 一个士兵举起了枪 突然远处传来了巨大的声响 大家抬头一看 山顶上的积雪翻涌着鼓楼下来 原来是爆炸引起了山顶的雪龙 凯撒掉头就跑 士兵们也反应过来疯狂逃窜 很快雪崩就吞没了基地 向着远处疯狂逃跑的士兵们扑了过去 整支部队一瞬间就被雪崩吞没了 凯撒拼命地向着高处跑去 他从一棵树上跳到另一个树上 顺着粗壮的树干一直向树顶爬去 大树在雪崩中不停地颤抖 慢慢地被淹没了 凯撒死死地抱着树干 拼命地稳住了身子 等雪崩过去以后 山脚下什么也没有了 好在星星们都躲在树上逃过了这一截 凯撒看到了火箭和丑八怪 看到了自己的儿媳妇和小儿子 看到了红毛和小女孩 他也终于放心了 星星们在凯撒的带领下向着新的家园而去 新的家园没有战争 有的只是鸟语花香 他们必定会在新的家园里快乐地生活 凯撒看着这一切 在红毛的注视下 慢慢地倒了下去